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曾经先后入围过U16南篮和U18南篮的集训名单 同时还入围了NBA亚洲篮球训练营 并且在训练营期间表现出色 因为具备不错的潜力 所以在去年深圳南篮曾经将他送往澳大利亚联赛打球 在今年的U21青年篮球连赛中 赵一鸣代表深圳南篮征战了全部六场比赛 不过在这六场比赛中他的发挥都不算很好 场均仅有0.3分入仗 可以说是表现糟糕 但是对于赵一鸣而言 U21联赛属于跳级参赛 所以表现不佳也是情有可原 对于他而言 最大的问题是体重过大比较笨重 移动不算很快 如果他能够在未来一到两个赛季里完成减重 提升自己的速度 那么凭借他的身高 他还是有机会成为一位合格的内线球员 虽然获得了注册资格 但是赵一鸣新赛季代表深圳南篮征战CBA联赛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深圳南篮极有可能会让他征战预备联赛的比赛 对于赵一鸣而言 预备联赛的比赛也是很好的锻炼价值 希望这位年轻的潜力中锋能够通过预备联赛的磨练提升自己 早日成为一位合格的CBA内线球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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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